你别说早上出门之后感觉还是有点凉啊 这个春天来了 虽然暖和了 所以准备吃当地的胡辣汤 听说这里有一家还蛮有名的 这个是洛阳的泰康路 这条路泰康路 叫方 哇塞 好多人啊 叫方中山胡辣汤 特意打车过来 哇塞 这么多人啊 排队的 看看 豆腐老 这个就是胡辣汤了 这是什么油饼吗 还有豆腐老 这个是胡辣汤 这是什么油饼吗 这是油饼吗 牛肉盒 哦 牛肉盒 胡辣汤18块钱一碗 这是胡辣汤 牛肉盒 然后和绿豆粥 茶叶蛋 羊肉蒸包 这是水煎包 这个是水煎包 五个 一个一块钱 这个一个一个一块钱还是蛮多 蛮大的分量 我觉得 这么大 这里面是牛肉馅的 这个是牛肉盒 这是一个 然后切成了四份 我这里面的肉馅就感觉特别的实惠 我觉得我一个人吃不吃的玩意 这很厚实 这是八块钱 我这个点的是鸡肚胡辣汤 这个是黑木耳 刚才做的有蘑菇 啊 这有蘑菇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 切成菱形的 这个 不知道 这里面没肉吗 胡辣汤就是汤是吧 哦 这个肉肉肉都看到了 这是牛肉 一片牛肉 只看到一片牛肉 啊 真的只看到一片牛肉 两片牛肉 这个感觉应该是千叶豆腐 咸 第一感觉就是咸 然后是辣 然后是麻 这三种感觉 嗯 好咸啊 吃下这个水煎饭 这一块钱一个这里面的馅 哎 这看到里面有粉条 已经看到了粉条和牛肉馅 这里面还有葱 葱花 大葱吗 不像葱花 哇 还冒的热气呢 热腾腾的 外面这个面很柔软 哇 满手的油 感觉还不错 我们叫生鲜包 用小的 不是这种大 它这个真的是 块头非常大 然后下面是炸的 不是特别的酥脆 不会吃的 干蹦干蹦了 干蹦干蹦的感觉 但是底是硬的 上面是柔软的 满手的汁啊 汁可以顺到我的手一直往下流 里面也是本条 这一个也是牛肉 这牛肉盒子里面的肉馅味道和包子馅是一样的 但是本条更多一些 这个炸的更酥脆一些 我比较偏向于想吃这个 我想吃酥脆的 526再等一会还不捞书的 啊 稍等一会 661了 661 561 661还没到你了啊 这出来都有 都很咸 我觉得今天有点吃饭 这个 第一咸 这个第二咸 这个第三咸 我觉得应该再配一个 他这里有卖那个 豆腐老的 还有那个豆浆的 那个甜的 中指的一样 实在是太咸了 加了一碗那个甜的豆腐老 他这里有咸的 但是我喝不惯 都不惯咸豆腐老 配点甜的搭配一下 这个豆腐老应该就差不多的 没什么看 追狗一下 你看这人已经开始排队了 开始等我的桌子了 然后快点吃快点吃 要赞别人的位置 别人点的也是三份胡辣汤 里面还有狗旗 你好 你们这胡辣汤是多少钱的 7块钱的 不一样 里面还有狗旗 绝配 哦 太聪明了 再喝一碗甜的豆腐老 这太完美了 吃到唯一的两块 其中的一块牛肉 能吃到牛肉的香味了 这是第二块 也是唯一的最后一块 牛肉要是多几天就完美了 抱歉 抱歉 受货了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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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块了 豆腐老全部干完了 胡辣汤吃不下去了 太咸了 包子也剩一个 牛肉盒子也剩一个 主要是这三个主要是还是偏咸吧 我个人认为有点厉害 但是这个还真的蛮划算的 刚才忘了说豆腐老的价格 豆腐老是四块钱 而这个五个 水煎包 五个三块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划算 蛮实在的 而且这个包子皮薄肉多 可能我不太吃不惯咸的 早餐里面吃不惯这种特别咸的 几乎都点错了 我没有搭配好 所以大家如果第一次来的话 可以把甜的搭配一下 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早餐 现在看到现在我已经吃完了 这边还是有很多人 还是好 坐无虚席 好了 这个就是麻辣汤菜店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